你覺得我都很北宋 那你哭我好不好 他太風花雪月了 毫無同理心 你把人民的性命放在你的貓之前 這是人嗎 你還在那邊袒護 慈母多拜爾 就是這麼下流 就是這麼賤 民進黨還會被灌成這樣 你敢罵台灣人都是巨嬰 民主民主 林為主 這些政府官員都是我豢養出來的奴仆 你連這個都搞不清楚 講白了不是我們要叮蔡英文 而是太冷血太可恥 我們現在台灣是怎樣 我們台灣是比北韓還要那個 只要講蔡總統不好就是犬決了是不是 等等 就是咬死了 這個世界最悲哀的就是 自己在當奴隸 還不知道自己是奴隸 還不知道自己被人家践踏在腳底 老漢推租CP搭配 鋼彈盪單槓說 尾漢哥朱大晚上好 請問我最近每次看到蔡英文發文 火氣都會莫名的上來 心中滿是三字經 是疫情之下的正常現象嗎 非常正常 你等等 連我都很不爽 不是 他太風花雪月了 毫無同理心 你知道我今天去他前一篇留言 看他發外交部的一個影片 叫大家看看我們的國際合作是做如何好 他那個都是小朋友們在幫他做處理的 不是嗎 他有一群在幫他做IG跟臉書的 我當然知道 這些人 對 贏了817萬票以後 他們就是 他們就是 怎麼講 就是禁衛軍 在整個民進黨的執政團隊當中 比那一些資深的文官 比李大維都還要屌 對 因為他們可以要求照片重拍 對不對 對 他們可以說我要發這個 我要發那個 你不懂那個議題不要回應就好了 這個東西總統不要出來就好了 到底是誰要當總統 我告訴你 蔡英文沒有要選第三次了 你今天你的國人正在受苦 我們當評論員講錯話 他要跟大家道歉 你今天國人在受苦 別的不要講 開這個記者會跟大家說怎麼做 其實我不知道我們現在聊天室 裡面有多少人是討厭李登輝的 沒關係我跟大家講一件事 李登輝至少在921地震之後 他立刻出來開記者會 對啊 讓全台灣的人知道說 現在這個大地震的死傷很難估計 但是我們現在立刻做什麼 做什麼做什麼 他是基督徒對不對 對 他也讓辦全國法會 然後還有一個事情 前兩天他講快篩 國外寄來 被海關扣訴 我就抄北宋 我真的差點罵出髒話 他在演藝一個禮拜 演藝是說我哥 李登輝那時候詹啟賢 你知道嗎 詹啟賢那時候是衛生署署長 他就帶著 你知道那天詹啟賢跟我親自 親口告訴我 他說那時候他帶著一顆忐忑的心 報告總統 就開那個會議 江啟成幹嘛要抱忐忑的心 詹啟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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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那已經很久了 他是1999年的衛生署的署長 他就一句話問總統 他說現在總統現在這麼多人 我們不知道死傷 可是有一件事情我想請示總統 他說什麼事情 他說因為太多地震的瓦力堆下 房子都倒了 錢沒有拿 家人照片沒有拿 健保卡都沒拿 健保卡沒有拿對不對 結果李登輝馬上講說 不用看健保卡 全國開放看診 對啊 他現在已經離開了 他講說 獨派或者政治 我先講行政效率 第二個 全國的檢察官 全部停休 因為他要去讓那些 已經在瓦隊堆下被壓的 因為說要在跑新聞 真的很多 尤其我去東市 那個房子倒下來 眼球什麼都很慘 可是我一點都不怕 因為都是我們的同胞 一邊連線一邊看 我後來回台北 遇到我老婆說 我去了60天 我去了60天 我60天我都沒有掉眼淚 可是回到台北 我跟我老婆在那個 管前路的雞野家 在吃那個牛丼的時候 我吃不下去 我一直在那邊哭啊 嗯 每一個人只要認真 做好自己的事情 就不會蓋出那種 會倒的房子 對啊 消防隊員跑去救 每一個人做好自己該做的事情 他那時候就叫警察官做什麼 趕快的 把那一些已經死亡的人 開立死亡證明 不要讓他們曝屍荒野 不要讓他們的家屬 無法收斂他們的屍體 給他們的家屬尊嚴 這兩件事情 是我對李登輝是有敬意的 那你現在一個快篩 我們台灣沒有 是你行政單位沒做好對不對 美國的家人 四股美肌看到說 欸我還有祭盒給你 看我要馬上被他扣在海關 你扣你一個挖 快篩是幹嘛啊 爆裂物還是什麼 會影響國安嗎 為什麼不能寄回來 為什麼要2000塊歸費 為什麼還要寫什麼申請表 莫名其妙嘛 台灣自己買不夠了 那還要在那邊演藝一個禮拜 那國民黨的立委跑出來 賴世保他提案 大家還要搞半天 所以現在國民黨有一個天缺 做什麼都不對 罵什麼都不行 只要你講民進黨不好 明明是對的 就會被打成說 啊你不愛台灣 沒有台灣價值 真的很難啊 我對總統的行政運作 可能比一般的網友了解一點 所以你能做的事情有很多啦 坦白這樣講啦 你當然可以把事情交給專業 我們知道有國防部長 有三軍的總司令 還有參謀總長 他們是做什麼 一旦沒辦法 走到最後一步 要開戰了 統帥是誰 是總統 他不需要能夠做500下福利挺身 他也不需要20年的軍力宣癌 都不需要 他只要有三軍總司令 跟參謀總長在旁邊 他就可以得到他們最好的建議 我們現在到底是要攻還是要守 我們到底是要怎麼樣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蔡英文總統 你當然可以把這些專業事情交給專家 可是下決策的人是你 你在乎這件事情別人就不敢不動 你跟他講說要注意快篩喔 要注意小朋友喔 就像我剛剛講李登輝那個例子 他已經走了啦 我知道因為我以前要談李登輝 我有一些肯定李登輝的時候 很多這個 怎麼講比較 可能 就是像懶的 就是討厭李登輝 可是問題是 我真的 因為那時候我在跑新聞 我覺得這麼做 這麼的果決 而且只有他能這樣 總統一句話啊 對不對 我是總統命令嘛 所有檢察官上班 驗屍 那所有的人三天以內都可以入戀 不要撲屍在街 真的撲屍街頭耶 各位網友 如果你年輕一點的話 九六一因為大樓倒下來 一整棟大樓死了幾百個人 你怎麼辦 你還要去對DNA什麼 然後開立死亡證明 讓家屬能夠安息 沒有那個健保卡 因為現在大家健保卡是卡狀 是IC卡對不對 以前我們那個年代 20年前是紙卡 一張紙翻過來 學員記不記得要蓋六個張 蓋完六個張再換下一張對不對 沒有帶出來啊 房子都倒了怎麼辦 沒問題 就去看病 不用健保卡 一樣健保給付 所以總統能做的事情很多嘛 今天我跟學員講的這些事情 包含給藥 包含小朋友沒有病床 或者是說有病床 沒有醫護人員不收的問題 你總統都應該站出來講 至少別的不收兩個字 溫度嘛 嗯 結果你今天不 我是不像學衡那麼衝啦 我看了我已經放棄了啦 都什麼時候呢 你還在照你的暗表操課 母親節到了有沒有 他養貓說啊 誰理你啊 已經大家都已經不送了 你還在那邊對不對 但是有一件事情 這個講的有點涉及人生了 但是我還是想說 很早的人就有講了 如果他沒有那樣的生活經驗 譬如說沒有結婚 或是說沒有小孩 他就比較不會知道 就是有小孩的人 他應該是怎麼樣 所有有小孩的爸媽 在這一波 看到小朋友死掉以後 那個拳頭都硬了 而且會擔心自己下個 林毅潔 剛剛有人在cue林毅潔 我還去看了他的臉書 對啊 他其實應該也就是 也就是擔心說 看到小朋友死掉以後 覺得政府做得不夠好 結果呢 一大堆的側翼 就跑出來在那邊罵他 說好了啦什麼的 是不能 我們現在台灣是怎樣 我們台灣是 比北韓還要那個 只要講蔡總統不好 就全決了是不是 等等 我們就是咬死了 我們跑去蔡英文臉書留言的時候 他說什麼 他說巨英島上的縱猴循環 去年6月 疫苗逐批進貨的時候 巨英說我們要活命 我們要疫苗 加購3000萬劑 現在3000萬劑是不是不夠 他媽去年都靠人家捐 你民進黨有沒有大腦 有沒有臉 你還判底下這些狗 Ricky Funk 來 不敢開留言 來 大家傳訊給他呀 好好給大家看一看 這個人到底是怎麼樣 他說抱怨買不到快3 還沒玩 當然 今年3月 他做的這張圖 是從去年開始講 他說 疫苗過剩 沒人打 全銷毀 蔡政府無能 疫苗剩這麼多 根本用不到 我 媽什麼叫疫苗剩這麼多用不到 你知道裡面有多少高端嗎 臭你媽連三級都沒有過爛東西 你要不要跟你全家打 你他媽還有小孩咧 你小孩今年10歲 你敢不敢給他打高端 你好意思這樣講 是因為民進黨是你的爸 是你的爹 蔡英文是你的主奶奶嗎 你可以這樣講 同樣的 去年4月的時候 說搶不到疫苗 被政府當傻子 為什麼不加購 他媽的 你敢罵台灣人是巨嬰 我 底下還有一堆人講 COVID-19是總統造成的嗎 他媽你以為總統是嗎 生化人是不是 他自己會生病毒 是你這種無知的人 認為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都跟總統無關 他媽你灌出來了 Ricky Fung 我等你來告我 來 我們讓你站出來看看 這種塔利班人渣 是他媽什麼樣子 他底下留言 所以人家養貓愛著你了嗎 你把人民的性命 放在你的貓之前 你還在那邊袒護 就是這麼下流 就是這麼賤 就這麼簡單 你敢罵台灣人都是巨嬰 我直接講 這種搞不清楚 民主民主 林為主 這些政府官員 都是我 我獻養出來的奴仆 你連這個都搞不清楚 看看你敢不敢告我啊 就這麼樣 就這麼簡單 因為蔡英文另外一篇留言 說他不動擔心啊 我們的嬰兒疫苗 我們的嬰幼兒疫苗已經到了 不用擔心 我說你了解個屁 如果你真的了解 輝瑞BNT的兒童疫苗 為什麼4月28號才簽約 4月底了 你才了解 有小孩的家庭多擔心嗎 在那之前 沒發文 不了解 只會玩元宇宙養貓 死了幾個小孩 你知不知道 我覺得講白了 不是我們要叮 蔡英文 而是太冷血 太可恥 我的國家滿是傷痛的時候 你還在那邊閉著眼睛發臉書 閉著眼睛玩元宇宙 媽有沒有搞錯 有沒有搞錯 真是混蛋 你告訴我 王美花這是不是 王美花周永厚林靜寅 是不是特權 是嘛 你為什麼不敢面對呢 你們這些民進黨支持者 他們比你們有更多特權 你家人都要死光了 他還是比你先進 急診室 怎麼樣 你是不是天生犯賤 你是不是覺得 支持民進黨你就有特權 就沒有 你他媽現在告訴你 你現在給我去急診室 你看你進不進得去 你爸要死了 你媽要死了 你進不進得去 你有沒有辦法優先 你沒有 這個世界最悲哀的就是 自己在當奴隸 還不知道自己是奴隸 還不知道自己被人家 踐踏在腳底 你現在 你票投完了 你能不能叫林靜寅 幫你演弄一個特權 讓你不需要經過快篩 來就進急診室 你跟他講 你爸快要死了 你媽快要死了 你看有沒有用 我告訴你沒有用 沒有用 因為他媽他跟你不一樣 最蠢的奴隸 最蠢的夏浦 就是以為你支持他 你就獲得特權 我告訴你 你一點都沒有 你不過就是一個賤民而已 什麼叫做賤民 人家可以進醫院 人家可以有特權 人家可以有醫生到你家採檢 你有嗎 你沒有 你全家都死光了 也輪不到你 韭菜 韭菜 就是要當韭菜 不要自以為 真的更加平等 你憑什麼等啊 媽的 我會罵林靜寅 王偉花 周玉寇 是因為人家還算是一個人物 你什麼小 你那媽倒在路邊 狗屎 都沒有人要撿一樣的人 你還有資格說 你要支持林靜寅 支持王偉花 支持周玉寇 我告訴你 對周玉寇而言 你不過就是路邊的一個韭菜 他可以插你對 他可以插你全家的對 王偉花也是 林靜寅也是 你爸就算插管 倒在急診室裡面 插一口氣就要死了 王偉花照樣插他對 你擋得住嗎 你擋不住啊 你擋不住 真正可恥可悲的努力就是 你明明就是韭菜 而且你是下等的韭菜中的韭菜 我連你的名字都沒有聽過 你還在感謝黨 感謝周玉寇 感謝王偉花 感謝林靜寅 這才是特權可悲之處 因為他有 你根本沒有 下輩子再投胎都輪不到你 這才叫特權 你以為在我這邊留言 你就可以早一點進急診室了嗎 你沒有 你根本不行 我覺得講白了 就是中央現在把疫情 當作鬥爭的機會 但沒有認真的在想辦法 中天觀眾有好康 就是請你上快點購 買這個烏化器呢 送水神是一舉兩得 當然我們現在有推出了三種好康的組合 有效幫你保護起來保護家人 那麼防疫不能等 趕快上快點購來買 要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CTI108就有折扣了